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网路视讯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深度 专访来了解 所谓的争议性事件背后的 一个更重要的 在制度上或是结构性面 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不是只有在看那些争议冲突的热闹的面向 还能够去更进一步的 去了解到这些 所谓的事件背后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我们知道台湾 过去有所谓的公广集团 当然现在也有公广集团 可是这公广集团其实除了公共电视之外 还包括原住民族电视台 客家电视台宏观卫视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圆明台已经 某种程度它已经是独立出具公广集团 那它变成是一个独立的 一个电视台出具频道 那可是客家电视台前一阵子 的客委会通过了一个 客家基本法的这个草案 然后也几乎是要 打算要去从公广集团离开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客台的员工 还有一些学者的一些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台湾媒体官大教育基金会的林福岳 林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福岳你好 好 钟乡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 这个媒官媒体官大教育基金会 曾经开了一个座谈会来谈 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客家电视台 要看起来是要一个独立的 变成一个独立的公共客家的公共媒体 这样一个做法可以讲一下你那天的座谈会 大致谈了什么样的内容吗 好 应该 这可以先追溯一下以前吗 OK 没有问题 就是从台湾有电视以来 就是1962年 也没有共生意来台式开播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都说 那个也是某种形式的政府电视了 不过在形式上 我们都叫它叫官扣商营 就是官方掌控 然后商业经营的模式 那后来就在1990代后期的 这个党政军推出媒体 这一波运动当中 那就把台湾的媒体 从这个过去 长期以来这个政府掌控 或者前置或者干预的状况下 脱离出来 那这中间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 就是在这个社会中的媒体 应该具有独立性跟自主性 不是任何政府掌控的 那可是台湾的这个媒体 走了50多年以来 现在终于要出现一个 完全由政府所掌控的这个电视台 就是现在即将要出现的 这个客家电视台 那我们当然对这件事情不以为然 不然我们以前那么辛苦的 在征求所谓的 争取所谓的媒体自主独立 然后又要希望有公共电视的 这一路走来媒体发展的精心过程 怎么现在又要走回头路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希望 台湾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政府电视 即使你是为了某种特定族群服务的目标 但是我们觉得这是没有意义 没有必要 而且不应该做的事情 为什么你会觉得 它即将会是一个所谓的政府的电视呢 因为即使是族群频道 它还是可以去掌握住某种的公共性 或是独立性不是吗 对 整个这个条文里头 大致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容 几乎就是把公事法再腾过来 只是前面在很多条文里头 前面再多加了客加两个字 那最值得争议的是它的第九条 也就是董事跟监察人人选的 产生的这一条 它的内容是这样 董事监察人去人选 由客委会就客家人事学者专家 及社会人事中 提醒行政院院长 临聘之 那其临聘办法令定之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点 也就是说 这一个组织的董事 还有监事的人选 是由客委会自己来决定的 虽然形式上由行政院院 那行政院就等于政府了 也就是说这个组织 就完全是一个由政府来掌控的组织 谁来当董事长 甚至这个执行长 所有的工作同仁 那都是由政府来指定选择 那从形式上来讲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政府电视了 那虽然它是说 有这个替族群服务的 这些性质跟内容 可是从媒体的结构上来讲 所有权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政府电视 那它所承担的就是 我们所谓长期以来 我们不太希望见到的一个 为国家宣传的一套 这个国家机器的下面的宣传机构 这样的形态 所以我们反对在这一点 你们这样的一个反对 这样的主张 我相信其实在民间社会 或是在客台员工 也可能有一部分是这样 类似的意见跟主张 在你们开了这场座台会之后 客委会有相关的回应吗 当天我们是上午开的这个座台会 那下午客会有回应 他回应非常简单 就一句话 他说有关相关的议题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公开回应都已经收过了 所以相关的问题我们不再 不再回应 所以之前的公开回应到底是什么 白话我讲就是 你们讲你们的 我们也不理你们 那果然在这个座台会开过一个礼拜 这个在立法院就通过了整个这个设置条例 当然这个草案 甚至不是 就客家基本法 基本法 部分条件修正案的案子就通过了 那只是这个设置条例草案还没有通过 所以好吧今天上这个节目来 还是我们还是不厌其烦的再讲一下我们的关联立场 就是从公民社会角度 从美感团体的角度 我们不希望台湾再出现一个所谓的政府电视 这是我们最基本最核心的想法 如果说它是一个政府电视 从刚刚林老师的这样一个说明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 特别是人事权的利用任命的部分 那当然所有权当然是从政府来的 那没有问题 那但是人事权的这个任命上面恐怕从这个草案当中 它是有一些问题跟疑虑的 但是其他国家的族群频道也都必须要经过一个立法赋门的同意吗 那难道他们不是由政府直接任命吗 其他国家频道族群频道的做法到底又是什么呢 好我们可以从国外跟国内的例子来看 像钟祥刚刚提到国外的例子 那我不一一点名 不过大部分的国家的所谓的公共管理媒体的其中的 不管它叫董事或理事或者叫什么 那这个任命其中很大一个部分是由国会来通过 跟人民 那所谓国会的意思当然就代表民意 也就是说这些董事们或者理事们的产生 是要有一个民意基础的过程 才是所谓的公共这样的概念 所以它不是为政府服务 是为人民服务 概念上是这样子 那即使以台湾来讲 包括公共电视法 或者是他们也想参照另一个是原住民族 文化事业基金会的升职条例 里头的做法大概都是由行政机关 比如说是由行政院或者像文化部 还有像圆明会来提一个所谓董监事的这个名单 那这个名单要由立法院所组成推荐的一个审议小组 来通过 对 那意思就是说 通过立法院这一个象征民意的机构 通过以后 让你们来担任这一个媒体的所谓的主题事者 那这里头就有一个所谓公共的概念 跟民意的基础在里头 那这次的客台的这一客家所谓的 叫客公馆或者客公媒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设置里头 他没有透过立法院这一关 就直接就客委会提了 然后行政院长就任命了 等于说他跳过了所谓的公共的基础 或民意的基础这一个部分 就直接由政府来决定任命 这是最大的差别 当然是透过了这个民意机关的 不管是审议也好 或者是经过他的某种程序过程 任命也好 当然他是相对之下于一个监督的机制 甚至他也代表的是某种民主化的象征 可是说实在的 这并不代表这样的一个媒体 他必然会独立 从过去的公共电视的经验当中 或是圆明台的经验当中 这种政治的力量介入的方式 或是正业介入的问题 依然是很多的这样的一种一些争议 那这部分我们待会再谈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就是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其实也担任过 这个公共电视的总经理 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 这种所谓的公共媒体的独立性 它应该是什么 可是我不晓得 就是他在整个的 在客委会担任的这样的一个期间 其实也不断的释出 要成立客工广 那他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觉得要把它独立出来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族群的公共媒体 对 我们也 其实我们当然不能替客委会讲什么话 不过就几次他在媒体上的发言跟新闻报道里头 大概都提到 他们还是 比如说他们一直强调客家族群的主体性 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 这样的概念 那他也曾经提过 其实在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客委会曾经有一个构想 他们希望也是一样 把客家电视台从现在的公式里头独立出来 不过那时候的概念是 希望成立一个叫做行政法人 那行政法人概念 其实跟现在这一个的类似 就是说他事实上就是一个 由公部门来任命组织的 包括他的经费 他的人事 都还是由公部门来 只有这样一个状况 那时候在几次的座谈 那时候我们这些民间团体 跟美改团体也曾经表达过意见 后来这个案子就没有去落实跟执行 那可是现在看起来 现在的这个草案里头 所谓的这个基金会设置条例的内容 只有一点是比照公共电视的精神 还有圆明台精神就是 他的经费是采用捐赠的方式 而不是政府编列预算的方式 是用捐赠 那这一点是符合所谓公共媒体的性质了 可是在人事任命这一点上 那他就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状况 确实还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头 那那再请说 其实包括在圆明台他们当时要独立出来 也是同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希望能够去掌握到原住民族的这个所谓的主体性 当然如果是这个过程当我们可以从一个族群的经验 或是从族群的角度来讲 主体性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是他回到另外一个现实的状况 在公广集团现在的设置的方式 它是不是也一样 它的主体性没有办法被凸显出来 例如说公广集团 它正掌握了整个的 例如说预算 它必须要先进入到公广集团 公式基金会 那人事的任命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也跟公广集团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这会不会是一个 在没有办法掌握主体性的 一种问题的所在 而当它独立出来的时候 由客委会也好 或是由客家族群 作为一个任命的主体 会不会反而是能够 更能够去凸显那个主体性呢 对 这也是一个 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就是说主体性这一件事 跟这个议题 好吧 我们通过媒体 怎么去实践出来 这才是重点 但是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一个 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设置条例的草案里头 那所谓主体性的部分 就是在它第四条 本基金会业务范围 比如说它说 客家电视台 客家频道的设置 客家传播营出版的 这个发行跟推广 还有营运跟推广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把所有公事做的事情 前面加了客家两个字 可是这样子实际上 实际上在运作 比如说呈现什么样的节目内容 提供什么样的广电服务 是所谓的具有客家主体性 跟服务所谓的客家族群 这些条文里头都看不到 那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些事情 在现在的公事法里头 或者以现在在公共电视底下的 客家频道都做得到 为什么还需要独立出来 从一个管理媒体资源 这个运作的角度来讲 需要说必须要独立出来 才能昇显主体性 而且有点 李永德曾经讲过 他说如果将来的公事法修订以后 有客家专章的话 那他们所成立的这一个 客家所谓的公传基金会 就会再回归到公事法里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想要讲 不是就多此一举吗 你现在大费周章的 把它弄一个新的 独立的这个机构跟媒体出来 然后等到公事的专程通过 有再回去 这样不是非常复杂吗 从我们看过去圆明台的经验 所谓的回归到这个 圆会的过程就弄得非常的复杂 而且还有很多的问题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 那我们再看国外的例子 比如说英国BBC要把替这个苏格兰的族群服务用盖尔语的节目播出 它是属于在BBC下面 那苏格兰都已经自己要公投要独立的一个地区了 他都没有说你BBC底下我就没有苏格兰的主体性 他们也没有这样表示 所以我的意思是 族群的主体性通过媒体 是从实践面来看 而不是说我这个条文 前面每一个条文多加了客家两个字 就叫做有客家主体性的媒体 那我同样的我在客家 公事的客家法专章前面 我也把前面每一个都加个客家两个字 不是就同样达到这个基金会设置 设置条例草案所要的东西吗 一样可以达成 不需要独立出来一个机构的 不过这边可能这个主体性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在于所谓的节目上面能不能去凸显 或是节目制作的过程能不能凸显它的主体性 另外一个事实上可能是在于人事权跟所谓的经济的 这个所谓的支配上面它的主体性到底是如何 这会不会是一种冲突 还是它其实是可以并存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来讨论这个题目 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远载报新闻 日前发生台铁列车长因长期轮班 睡眠不足而导致猝死的案件 台铁产业工会1月5号上午 在台铁办公大楼拉起白布条 痛批台铁对于列车长的工时计算不合理 利用隐形工时造成员工过劳 以台铁外站班表为例 从下午1点半打卡上班 到隔天中午12点下班 中间只有短暂休息几个小时 也不包含回到宿舍等交通时间 上下班间隔将近24小时 但工时却只计算12小时 台铁回应促使车长的工时没有问题 也都依发给加班费 但人力的确不足 未来会逐步增补人力 劳动部对此则回应 颁表的确合法不合理 认为台铁应该重新协商工时 产业工会则是认为 台铁颁表就是最坏示范 若劳基法再放宽 将会有更多劳工受害 去年大法官会议认定 民法为保障同志婚姻违宪 有三对同性伴侣前往护证事务所 要求登记结婚 在遭到拒绝后打行政诉讼 先前有两件已经遭到驳回 1月4日高等行政法院 针对第三案吕欣杰成零案判决 虽然撤销护证事务所的原处分 但也驳回两人要即刻登记结婚的请求 吕欣杰认为同志伴侣都有缴税尽义务 但却要为了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不停地上法院打诉讼 实在非常不公平 三对同志伴侣也已表明要上诉到底 并且呼吁蔡政府兑现选前的承诺 并尽速完成修法 让同志能获得结婚等该有的权利 去年12月 桃园卢竹细卡公司移工宿舍发生大火 造成6名20多岁的越南籍移工死亡 这些移工每个月要支付5000元晒诉费用 却住在通道狭小 堆满逃物等危险环境 1月3号上午 移工团体和死者家属来到桃园市府前抗议 要求劳动局必须负起监督责任 劳团拿出照片 指出部分移工宿舍的安全问题 也质疑雇主聘用移工时 应提出的外国人生活照顾服务计划书 审核把关不足 导致公司经常滥用违建当宿舍用 劳动局访试却没有检查出来 痛批政府失能 没法保障移工权益 劳动局表示会强化和建管消防单位的沟通 并召开家属权益说明会进行协调 至于生活计划书已经交付调查 日后将有检调说明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的管中将 刚刚我们看到发生在桃园的西卡的公司 移工因为大火在住宿的地方被烧死 所以这些越南籍的移工朋友 其实他们也到了市政府去做一些抗议诊情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诊情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老姐为什么要去管他住宿的地方 但是其实一个特别是从外地来的这些所谓的工人 他的所谓的居住的环境恐怕也都是在整体的这种所谓的公司工厂必须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服务的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市政府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关注这样一个议题 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题目就是有关于客家台独立的问题 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台湾美国家教育基金会的林福岳 林老师福岳你好 是 周桥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谈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癥结性的问题 所谓的主体性包括了在他的节目内容的表现跟制作上面的主体性 以及另外是在人事权跟这个所谓的经费的这个使用上面 当然在现在公司法里面这个客家的比例 这个董事的比例其实大概都一个两个左右 那经费上面其实也都必须要进入到公共电视 所以当然会觉得说我想要做的节目或者是 为什么我要受到公共电视的这一种所谓的限制 这个是必然冲突的吗 就是能够让客家族群有一定的经费 有一定的人事的权利或者是董事的权利 但同时也能够去掌握到节目制作的主体性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吗 我这么说 这要看如果真的在新的公司法 修订的公司法里头有所谓的客家专张的话 那就看它怎么设计 比如说它可能就是像现在的有公司的主频道 跟所谓华视一样 它是在公广集团下面 可是是一个独立的电视台形态 有自己的董事会那就也可以保障它主体性 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很多客家的族群的朋友们 可能还是非常期待说有一个属于 所谓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立的媒体 好 如果退一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理解也接受这样的观念 那还是回过头来 它还是必须具备一个公共媒体的性质 那么可能就应该在我们刚刚讲的董监事的人选上 在这个人事的设计上面 是必须符合公共媒体精神的 回到你刚刚谈到的所谓的任命的历程 特别是所谓董监事的任命历程 其实你非常强调的是一个国会 从所谓的园台或者是从公事的经验 你都会觉得那个国会的历程好像是很基本的 可是回到一个政治的现实 我相信林老师也很清楚 很多的观众朋友很清楚 就是即使是如此 公共电视还是发生了董事会的争议 原民台其实在前一阵子或一直以来 这个政治力量透过不同方式去影响 这个原民台的独立支持运作也实有所闻 那透过这个方法真可以解决吗 还是很遗憾的说确实没有办法 可是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连法律定得那么清楚 必须透过这样有民意基础的过程 必须符合他 就是维护跟尊重他的公共精神 以及法律定得那么清楚 政府都还能干预 何况如果这个法律就直接定定 政府直接进入 那不是更麻烦吗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相对性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那么努力的 在各种法规跟实践的层面上 希望能够维护公共电视 还有原民台的独立自主精神 但显然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跟阻扰 政治势力跟政治认为 我还是不断地想要控制他 那更不要说 那将来这一个客家公共媒体基金会 在政府都可以客台跟行政院 都可以直接任命的状况下 那更不用讲他如何去符合我们期待的公共精神 或者媒体的独立自主性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是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或者是林福威老师的本能 其实也都长期关心台湾的公共媒体的发展 特别是这个林老师 其实也长期的去采与了很多 这个原民台的这个所谓的运作 或者是有关于 他的这种所谓的像之意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你自己的观察 就你自己的经验来看 你再看原民台在独立之前 或是独立之后 这个政治力量的干预有什么不同吗 不是这个干预是不是一样 还是很严重的 干预的形式跟内容会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程度没有差别 我这么说好了 以前在公事底下 还是一个频道营运标案的状况下 当然政府也想办法干预 可是因为它在公事的底下 所以整个的公事 它还可以用公事法的 这样一个法律的架构 去抵抗这些政治的干预 虽然很辛苦 我随便举个例子 在以前公事的时期 他们会有这种谈话性的节目 会邀请来宾上节目 那时候的原民会 非常清楚地给了一个黑名单 说这些人请你们不要邀 邀他们来上谈话性节目 可以干预到这样的程度 或者立法委员 可以直接一通电话 打给原民台的记者 说这个新闻不可以这样播 或者要怎么样做调整 或者来补一个采访 都可以到这个程度 好 所以那个时候 希望能够回 所谓的回归 大家这个字也有很多争议 但意思是说 回到由原文会来经营 就是希望能够干预 所以那时候也有一个 所谓的设置条例的产生 好 那可是实际上 回到了这一个 所谓的原文会来经营的时候 有没有政治的干预呢 事实上并没有减少 政治人物一样可以打电话 可以 而且是打电话给执行长 打电话给董事长提出 这样那样不同的要求 那像这一任的董事会 像董事会在开会的时候 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 在开董事会的时候 原民会的官员就坐在里面 列席 那各位可以想象 公共电视可以说 我在开董事会的时候 文化部的官员坐在里头 列席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不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在现在的原文会 就是原民台 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 就可以知道 所谓的政治跟行政的干预 虽然换了这个架构 所谓有自己独立自主的 这一个有主体性的媒体 可是政治干预 并没有减少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忧心的说 那将来这一个所谓的客家公传法 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尤其我们都知道 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的天职 就是监督政府 那结果你的最上面的董事长 这些人选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请问要如何回过头来监督政府 光是这个它的社会功能 意义跟这个行政组织架构 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 这个会不会本身这样的族群频道 它就一直存在的这一种矛盾 例如说族群频道非常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所以文化的传承 它基本上来它会跟教育跟媒体有关 那它也会跟这个国家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就国家到底 例如说客家基本法通过 那客家语 客语变成是所谓的国家语言 这是一种所谓的政策 那政策当然是要需要推广 推广当然就需要媒体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 媒体的天职之一 又是要去监督政府 所以这是不是一直无法去解开的一个纠结 就是我是需要你来帮忙传播 帮忙教育 但是你又来监督我 那到底谁听谁的 那这个会不会是族群媒体的一个宿命的 一种矛盾的存在 回到一个媒体的社会意义跟功能来讲 那从其实从以前的圆明台 一直到现在即将可能会出现的 这个客家公传基金会来讲 大概在主旗逝者 就是订定这些条文的人心目中 大概他们比较想的是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媒体来做语言跟文化的工作 就是语言的保存跟文化的传承 跟发扬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们是从一种工具性的角度说 好 有了媒体可以帮忙 或者推动这个语言跟文化的部分 可是他们却忽略或者刻意的要回避掉 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监督政府角色的 这件事情的功能 他们希望这个媒体把它越弱化越好 所以意思就是 我要你能够推动语言文化这部分 可是我却不要你作为新闻媒体 监督政府的这一个功能 所以你所谓的矛盾就是 在这些主政者或政府的心目中 他期待的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 没有牙齿的老虎 你可以在那边做文化跟语言的工作 可是你不能做监督政府的事情 刚刚有谈到说客家专张 我们知道现在郑立军部长 其实也非常积极的在推动一些公事法的修法 那到底会不会放客家专张 其实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公布 那如果说会放的族群专张 不是客家专张而已 就是如果放的族群专张 怎么要去兼顾刚刚我们考虑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呢 就是美改团体有没有比较明确的主张跟立场 这个东西还是回归到所谓公共广电媒体的最基本的精神 就是把作为一个公民的服务的 或者说多元族群服务的频道这样一个理念跟概念来做 那所谓的这个专张的设计 当然细腻的地方还可以讨论 不过大原则也就是说 所有族群的人 他在传播的不管是资讯上的娱乐上的公共领域上的需求 我都能够得到满足 那这是一个公共广电媒体最基本要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你的专张怎么设计 你的族群怎么划分 也就是说作为台湾的公民 在公共领域这部分所需要得到的传播服务 就由这一个媒体来提供 这是一个大原则 也是公共媒体的目标跟方向 那所以我们就是说回归到这个精神 我们就应该要看说 那现在虽然这个客家 客委会定的这个叫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设置 坦白讲我比较没有看到的是 这个条例里头的公共精神在哪里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设置这样的话 不是只是像我刚刚讲 把所有的传播功能 前面加客家两个字 就叫做客家公共媒体 那他必须更明确的 更正向的 或者更积极的列出 所谓一个客家媒体 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是什么 这必须在这个基金会的设置条例里头 清楚的名列出来 也就是说即使真的要成为 从公共这样独立出来 某种程度上他也不见得是完全不行 因为本来政策上面 他会有不同的规划或是思考 可是真的要独立出来 那起码刚刚林老师提到的 这个所谓的好 不是把那个原来东西加上客家两个字 他就会变成公共性的 那至少在所谓的财务上面 在人事上面 这种所谓的公共参与 或是监督的机制是什么 或是有没有什么更积极的做法 恐怕是这个专章条例必须要 我们再去思考的地方 今天非常谢谢林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我们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你请教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礼拜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时间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缘子梦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